我现在运用早上已经教各位一个后回圈的使用 会希望说我们把网路上的资料进行下载 所谓网路资料下载的话 我现在透过这个Beta Collection 这个档案 我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每一个档案的一个网址 我都要知道 可是当我们把档案放在网路上 每一个网址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而且那都会有规则性 举例来说 我早上给各位192.168.2.126 我放了六个档案 请各位去下载 比如说第一个档案 滑鼠右键是不是就可以复制连接网址 我就放在这里 好 那二月一样 那五月是不是还没做 滑鼠右键 复制连接网址 然后贴上 直接点贴上 那贴上的时候呢 我们把他的超连接编辑一下 连接到这个地方 确定 你看一下 第五个档案跟第四个档案 是不是只有这边的差别 四到五 对不对 然后第四个档案跟第三个档案 只有三变到四 那所以相对的 你可不可以猜到下一个档案 所以是不是这个也可以选择信贴上 然后呢 直接把他的超连接 换一下 然后直接把哪一个 这个45要改成46 这个也要改成46 确定 听得懂吗 如果这边放置的是 假设每一周一个档案 那你就这样会不会产生一整年 甚至2017年 2018年 是不是每一周都可以产生了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的内容 这是网路档案有关很多种形式 其中有一种 他就把Excel档案就直接挂在网路上 你就可以用 现在我教你的这一招 取得该档案的网址 我现在实际举例来说 做一下给你看 点一下它 因为它现在是不是要开启 网路上的某一个档案 它说这是一个什么 可能会危害你电脑的动作 所以问你说 要确定要开启这个档案吗 当然要选择确定才可以打开 是不是就打开了2008年1月 我现在关掉了 我打开这个 这个是几月 4月对不对 好 点一下它 确定 有没有 2008年4月 可以吗 好 那例如说这边 点一下它 这是6月 2008年6月 我们只要是不管任何一个单位 把档案放在网路上 如果是用Excel的形态 它几乎都是这样子 你要先找到第一个第二个档案 去抓那个网址 好 重点是那个网址 举例来说好了 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雅虎 因为我上课比较不想要讲股市 例如说股市 刚好这边好像风锁起来 你应该知道股市 今日的那个交易的情形 是不是有分食品类股 金融股 什么股 那都是 那都是可以找到相关的网址 好 我们是从那个网址 把它对应出来的 这一段看不到就算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去完成 第五个档案第六个档案 你有没有看到 就只有差在这个地方 123456 可以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那因为我现在要录制网路上 档案下载 所以游标当然是落在A1这个储存格 然后接下来的一些动作 你可能要先知道 例如我现在已经有超连结了 所以就是开启超连结 滑鼠右键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 开启超连结 它一定会打开一个视窗 因为它会告诉你说 现在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 好没办法 你就只要按确定 然后请问 现在是不是打开了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里面有一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我想要把它整个搬过去 搬到刚刚那个档案 怎么搬 滑鼠右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移动或复制 要移动到哪一个档案 是不是这一个档案 data.correction.xlsm 移到最后好了 移到最后 建立复本 确定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张工作表 还有一个什么 2008年1月 就是我用的方法 因为我是超连结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超连结的机制 去开另外一个档案 开完那个档案 我做一件事 复制工作表 我等于是完全没动到 那个工作表任何内容 对不对 如果你有动到的话 那我会觉得这样就不太好了 现在我完全没有动到 我是不是把那个档案 所有的内容全部全部都怎么样 全部都叫进来了 叫进来了以后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这个档案 既然叫进来 请问刚刚那个档案要不要关掉 要怎么关 是不是有一个检视 切换视窗 选第一个 选第一个 然后关掉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如果你不关 万一你今天像我 像我刚刚中午的时候 睡了一下 然后起来又做我的研究 好 我们那个档案都是几千个 几千个那是不是会很占我们的记忆体 这是我们一开 不是开一个 我们做那个细胞的实验 各位你知道那里面 多少个细胞 它可能就会出多少个档案 可以想象一下吗 所以那个档案很多 所以你开一个档案 你用完要不要关掉 要嘛 我现在只是在做关闭档案 有没有问题 关闭我刚刚开 从网路上开的那一个档案 可以吗 好 因为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教你的 不是这些程序 是我要带你们先写我那个逻辑的规划 因为那个逻辑规划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动作程序在这边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为了等一下我们方便写注解 我们应该把它不是分段 因为我想先从头到尾 我们来做一个脑力激荡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程序很有效的让你记住 而且变成你的思维 记得最后要做一件事 点回来工作表一 因为这个超连结做好了 是不是往下降一格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下一次就可以直接执行这个超连结 那是不是又回到刚刚那个重复的动作了 所以最后是做这件事 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停一下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思考 就是整个写程序的那个逻辑思考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以我想利用一个powerpoint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去思考一下 这个程序性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一刚开始 因为它是一个超连结 我透过一个超连结 可以去打开网页的资料 对吧 我是透过一个超连结 打开网页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有档案的超连结 所以我一定是透过这个超连结 来去做开启档案 然后接下来呢 我开启这个档案 那我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去进行什么动作 是不是一个工作表 那个档案里面是不是有工作表 工作表我是不是要复制 好 所以去做移动与复制工作表 好 那我复制回来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把刚刚开启的档案关掉 对不对 我是不是要把刚刚关闭开启的档案 然后记得回来之后 我要去做往下一格的动作 好 那我们现在去思考一下 首先这个动作是因为说 我们的档案是来自于网路上 所以我们当会有这个超连结 有了这个超连结 开档案怎么开 你可以用滑鼠右键去开档案 甚至你点一下它 是不是都可以 好 开好档案之后 我们那个档案我们要的是 里面的某一张工作表 而且里面就只有一张工作表 我们就去做移动与复制工作表 移动与复制工作表完毕之后 在做什么 把刚刚那一个开启的这个开启档案 完毕 喜欢这样程序 应该记得住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执行这个录制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希望这个是一个档案的清单 所以我就先把它取名叫做List 所以我就取名叫做List 那我就透过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录制一个叫做聚集1的存在现用的活业部 确定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执行第一个动作 就是直接针对A1这一个的内容 因为它是超连结 所以我要打开超连结 所以滑鼠右键点它 点选开启超连结 那因为它要帮我连到网路上去抓 这一个Excel档案 所以它问我说是否要开启这个档案 确定 接下来我打开了这一个档案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透过一个 就是移动或复制工作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滑鼠右键点选工作表 有移动或复制 复制到哪里 是不是复制到这个档案 Data Collection 然后移到最后面 建立副本 确定 这样是不是就在List后面 对不对 因为刚刚是不是选移动到 现有的工作表的最后面 所以现在是不是符合在最后面 然后到时候2月 做2月的时候 是不是会在1月的右边 接下来呢 接下来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先切换到List 先切换到List 然后我们去把刚刚 刚刚是不是开了某一个档案 检视 切换视窗 把这个视窗给关闭 关闭之后 往下移动一格 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整个录制程序结束 现在就要换你 动手做做看了 现在就要换你动手做做看了 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做的这个程序呢 到底对还是不对 那测试的方法就要把它产生出来的内容呢 稍微做一些调整 好 对如说滑鼠右键点它 这边有删除 我先把这张工作表删掉 然后呢 现在游标是不是跑到第二格 对不对 我先方向线往上移动 然后移到第一格去做开发人员 聚集 然后执行 这个画面是一定会出现的 我关不掉 点选确定 这样是不是就变到第二格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2008年1月的资料 还有 还有 现在你就只有一个档案可以吗 原本是不是会打开一个2008年1月的XLS档案 没有了 可以吗 这样就证明说 我刚刚的整个程序是对的 好 请你们现在也测试一下 你刚刚录制的动作呢 对还是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现在是不是要做第二格档案 对吧 现在要做的那一个档案叫2008年2月 所以呢 我们开发人员聚集 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聚集1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编辑一下 来去看我们的程式嘛 你觉不觉得我现在要做的是2008年 所以2月嘛 所以这个内容是不是要换掉 如果说你还是要做2008年1月 那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我现在已经到第二格了 第二格是不是要执行2008年2月 所以这个要换 对不对 这个要不要换 要嘛 这个要不要换 要 可以吗 这样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就是有些格子是要换的 但是你不能做一次换一个名称 你会不会希望有一个很棒的替代的名词 这个如果你以前有学过或是你是资工资管背景的话 你一定会听过一个叫做LIS L T-H-I-S 这个单字 但是我们不要去管那些东西 我们只要管说我们只要管说第一个你知不知道这些名称是一定要换的 因为你现在要做2月 所以当要把这个名称换掉 可是我不希望换成2月 2008年2月这个名称到时候又写死了 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要变成208年3月 依此类推这样就不好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一劳永逸 随着我储存格的变动而变动 好 那我想比较容易让各位理解的方式就是说 现在你大概已经知道有些格子的内容是要改的 那我们就先来把这些内容拆解 然后把注解打上去 这是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学会的一件事情 首先1.1点 所以现在这件事是要做什么 开启档案 开启网路上连接的档案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是不是等于说 要选工作表 选工作表 选工作表 选好工作表去进行什么 移动或复制 工作表 你说对不对 一直到这边 好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 做什么事 切换工作表 切换工作表 从2008年1月 从2008年1月换到release 接下来 这边做什么动作 这边做什么动作 你记得吗 这边做了什么动作 关闭 关闭刚刚开的那个档案 关闭 关闭刚才开启的档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是不是做了一件事情 下移工作表 对不对 下移一格储存格 是不是跑到a2 结果它变成什么了 它变成可能到时候变成固定选择a2 那就不对了 它不会又跑到a3又跑到a4 所以要怎么做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写一个fog圈 对不对 做了一次要跑到下一个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就要做什么 下移一格 好 以上就是所有的注解 被异常清楚的写在这个地方 希望就是说 等一下哦 让你更加清楚知道 哪些地方我们需要修改 哪些地方我们不需要修改 好 然后先关掉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咯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思考一下哦 我们刚刚写好的这个 开发人员聚集里面的聚集一 这个程式 它可以去收集网络上的资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能要练习学会 第一件事的话是 哪些内容是要修改的 举例来说 现在是不是要做二月了 所以选工作表 这是不是选工作表 选工作表要不要去做更换 应该要嘛 应该要嘛 所以现在是要用 ActiveCell.value还是ActiveCell.value 对不起 你是要用ActiveCell.value还是ActiveCell.name 这是不是指工作表名称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要用下面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这个是不是工作表的名称 对吧 去做移动或复制 现在这两个是不是都是指这边 记得我们用滑鼠右键点它 所以是不是都是工作表名称 还有这两个都是哦 好接下来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改的 例如说连接到什么档案 哪一个工作表 这个是不是要改 这个还记得吗 我们是不是连接到list这张工作表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点了视窗切换视窗 底下是不是找到第一个视窗点它 对不对 请问我点的是这边还是上面 所以你现在应该用哪一个 应该用哪一个 简单的说不是这边对不对 对吧 不是这边嘛 那就是它了 对吧 不是数字是不是就是自窗 你就要加两片 这个绝对不是工作表名称 同意吧 其他通通都是 作用中储存格的值 所以我们有这三个要换 我们现在就来换换看 这个换成什么 作用中工作表的名称 请问它是变数对不对 对 请问这么长串的字 它是变数对不对 对 所以能不能前面加两片 后面加两片 数字嘛 不可以前面加两片 后面加两片 可以吗 尽管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字 不能加两片 好 这样了解咯 那接下来 这是不是也是工作表的名称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打是正确的内定预设的字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改写大小写 那在资讯科学里面 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 这是由三个字所构成的 这是第一个字 因为第一个字母它是用大写 这是第二个字 这是第三个字 好 那这个内容呢 是不是要改成 作用中储存格的内容 如果万一你曾经某一个字打错 我就随便举例了 请你们最好不要叫我去帮你看 你打错哪一个字 反正你看在这个地方 它就没有变成第一个字变大写 对不对 请你自己去看哦 你少打了一个 可以吗 少打了一个 L 好 那我们就先关掉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我就去执行看看咯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现在只有一个聚集 执行 它是不是又跳回来A2 往下降 这边是不是有1 2 3 然后聚集 执行 确定 是不是有4月了 它又跳回来 显然这个动作也要做修改 好了 那怎么做修改 我顺便也做完好了 因为它刚刚这个程式内容 它是固定跑回去A2 对吧 可是我不要它固定跑回去A2 我这样每做完一次我就要下降一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把最后做完的动作改一下 那怎么改我就开发人员录制一个聚集 而且我用的是以相对位置来录 好 假设叫聚集了 确定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点回去这张工作表 就是工作表的选择 然后是不是要做一个往下降一格 好 停止录制 所以你看一下喔 我这边是不是有两个聚集 一个是聚集一个是聚集一个是聚集二 所以我先把聚集二叫出来 我重点是要把这一行换成它 所以复制贴到这边贴上 好 我就关掉了 所以我现在移到五月这边 现在要做五月了喔 聚集一 执行 确定 它是不是就跑到这一格了 五月 再接下来聚集一 聚集一 执行 确定 是不是就跑出来到六月 下一格 我们因为刚刚已经做了这些 我们就要先把它都关掉 关掉 关掉 好 那我们是不是从A1这一个开始做 用方向键移过来喔 然后呢 开发人员记得以相对位置录制 相对位置 那我们 我先来解释什么叫相对位置 什么叫绝对位置 首先 例如说我是以绝对位置来录制 我现在没有打勾嘛 所以呢 我现在录制一个录制聚集 假设它叫聚集一 确定 我就很单纯的往下移动一格 我往下移动这一格 用绝对位置的定义 就是到哪里 A2 这就是绝对位置的定义 绝对嘛 绝对一定有一个固定的名称会出现 绝对 相对位置就不是了喔 相对位置说你在我前面 那说不定我的位置变动 我跑到你后面去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我因为会变动 所以产生相对位置关系的改变 好 那我们现在先停止录制 你看一下刚刚的聚集一 聚集一 编辑 你看它就告诉你说绝对到A2 例如我现在在这边 对不对 好 然后我去执行聚集一 执行它固定就是跑到A2 我现在在这边聚集聚集一执行 固定跑到A2 这就叫绝对位置 绝对位置懂喔 好 我现在讲相对位置 相对位置不是 相对位置假设我现在游标在这边 我刚刚做了一个往下移动一格 我现在游标在这边 我去执行它 它就变成在这个位置往下移动一格 好 我来实际做一遍给你们看 例如说 开发人员以相对位置来录制 录制聚集 现在要聚集二 确定 然后呢 我一样往下移动一格 现在是不是跑到A2 不对 现在是跑到我原本游标所在位置的下面一格 可以吗 这就是相对位置 好 平子录制 我现在有标在这边咯 聚集 聚集二的执行 是不是跑到下面一格 有看到吗 这样懂不懂什么叫相对位置 什么叫绝对位置的录制 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台北一定在桃园的北边 这是绝对位置的定义 绝对位置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可能不太适用 我要用的是往下移动一格 每次我做完我就要往下移动一格 所以这应该不是要固定跳回去A2 所以就要用什么位置 要相对位置录制 好 我想这样子的解释 你们应该很清楚了解 什么叫绝对位置 什么叫相对位置 好 所以在这边 请各位先整理一下 把那几张工作表先删掉 好不好 然后接下一个标情移到A1 然后麻烦请点选 以相对位置录制 就好了 先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分一小段 我刚刚PowerPoint里面不是写几个程序吗 我就一小段我录制一个句集 假设我录制了五个句集 最后把这五个句集想办法串在一起 这也是一种做法 这种做法的话会对初学者来说 也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请你先整理好资料 整理像我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录制第一个小程式 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然后完成就是超连结的开启 以及工作表的复制 好 所以点选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现在叫聚集3 聚集3 或者是我直接改名称 叫做什么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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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好了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滑鼠右键 然后滑鼠右键 开启 开启 连结 确定 接下来去做整个工作表的移动或复制 滑鼠右键点工作表名称 然后去进行移动或复制 选到我要复制过去的这个档案 然后移到最后面 建立副本 确定 这样是不是就有这两个档案 好那麻烦请各位就录到这个地方 就停止录制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什么 聚集三 不是聚集三 叫开启一这个聚集 好请你们录制到这边 可是你要记住 我现在还停留在哪里 2008年1月这张工作表上面 等一下会衍生出来另外一种问题 就是聚集的接续问题 做完了吗 好 接下来我下一个动作是不是要做切换 切换工作表 我要跳回去到什么 List 然后往下降一个 好了 来画面就用一下 好那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去再录制一个聚集 刚刚是不是停留在这边 2008年1月对不对 就是这个档案里面 已经有多增加一张工作表了 那我接下来再录制另外一个聚集 例如说叫切换工作表 对不对 切换 然后接下来呢 点选确定 我是不是要切换回去到List 而且A1做完了吗 是不是要往下移动一点 往下移动一点 可以吗 我就停止录制 停止录制完毕之后 现在是不是有两个聚集 对不对 等一下我就要准备把这两个聚集合并在一起了 好 切门现在动手做 做到 再录制另外一个聚集 就切换工作表跟 把那个方向键往下移动一点 好那我现在呢 就要把两个写好的聚集合并在一起 所以开发人员聚集 我可以打开 刚刚写的这叫开启1 可是各位你会发现 如果你写了很多很多小程序 在这个地方 我会加一个编号上去 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编号不能加在这个的前面 不可以加在 你不可以先写数字再写文字 这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互程式的关系 好那这边可能就会变得很多很多的小聚集 那我们先看开启1 好编辑 我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 开启我是不是要先打开超连结 对不对 连结过去 连结过去之后呢 是不是去做移动或复制工作表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移动工作表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这个移动工作表 整个选区起来复制贴到什么地方去 贴到这个后面 贴上 然后记得就是要包含注解都赋予给它 好 一并的复制贴到适当的位置 这样是不是就变成 我一个开启1这个聚集就完成了 这是两个聚集的合并 好 这就是聚集合并 可能请各位动手来去玩一下 来请你们去把两个聚集合并到一个聚集 也就是把第二个制作好的聚集 搬到第一个聚集的后面 那我们现在要学会修改那个开启1聚集 所以在聚集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开启1 好 来去编辑一下 我们针对这样子一个内容 您大概可以理解 这是不是要把它换成工作表的名称 好 所以改一下作用中工作表的名字 这个也要改成作用中工作表的名字 可以吗 这样子我们就改好了 改好了之后就关掉了 那你现在就试着可以去执行看看 聚集 开启1 执行 确定 是不是2月就放进来了 而且它跑到A3 可以吗 好 请各位现在动手做一下 资料的一个 整合 整合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3月要做 4月要做 那每一次我们都是要点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开启1 执行 对不对 4月是不是又要再点相同的动作 依此类推 才能把所有相关的档案做完 所以只要是重复 我们就可以想到 使用聚集来去帮助我们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去思考 重复 我们其实侧头侧尾 今天也只要了一个 4月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等于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去做 或者是用另外一招好了 我们先 我们将你另外一招用衣服的方式来做 你看哦 当我们今天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点选开启1 编辑 这个程式 这一堆的程式内容 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执行呢 就是假如我们这一格储存格 有内容还是没有内容 你看到这边要执行对不对 到这一格A14这一格要不要执行 要 对不对 A5这一格要不要执行 也要执行5月啊 对不对 那是不是要从网路上抓下来5月档案 到这一个是不是也要执行 好 到这一个是不是不执行 那请问一下 要执行跟不执行的差别 是不是就是在于储存格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 如果储存格有内容 我们就要做这一堆的程式嘛 对不对 如果储存格没有内容 我们就怎么样 就不做了嘛 好 这个逻辑性听得懂哦 所以呢 你要写有内容还是写没有内容 所以是不是要写有内容 我就要执行这一堆程式 对不对 如果什么东西有内容 有内容就是储存格的值不是控板 储存格的值用哪一个 储存格的值用哪一个知道吗 好 所以作用中储存格的值 空白知道嘛 空白早上就教你啊 两撇两撇就是空白嘛 所以要写等于空白还是不等于空白 这边要放等于空白是不等于空白 不等于空白我要执行这一堆 不等于 不等于是小于大于 空白是两撇两撇 可以吧 的时候 好 去执行这一堆程式 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多做一件事哦 就是 我有了if 对不对 是不是要有一个and if 对吧 对吧 这应该没有问题 这一段程式嘛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他就会去判断说 这一格例如说A3 A3不是空白和逻辑 对不对 和逻辑我们就 就是跑这一段程式 然后结束 他是不是只判断了A3 你是不是希望这个时候 判断A4 你希望这个时候要不要判断A4 要嘛 因为A3跑完是不是希望他继续跑A4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希望就是在结束这个and if的前面 判断他去判断他去跑A4 因为现在已经跑到A4了嘛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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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程式的执行就是假如A3的内容不等于空白 这边没有问题 这边没有问题 他是不是要去执行这些 好 现在是不是往下降了一格 是不是跑到A4了 对吧 那请问你A4这一格现在已经到A4了哦 A4你是不是希望他又再跑回来这边 跑回来这边重新再去跑一遍 希望吧 听得懂哦 那个再跑回来一遍 我们就是呼叫开启一就好了 就是call 打电话就是呼叫开启一 好 我们来看这个程式嘛 这是怎么执行的 就是我现在是不是游标在A3 A3不等于空白 A3里面的值啊 不等于空白 没错啊 它里面是有值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执行这些程式 现在是不是跑到A4了 现在游标是不是在A4 A4是不是call 开启一就回到这边了 回到这边之后是不是从这一行开始执行 A4不等于空白 对吧 好 这也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执行这一堆程式 接下来呢 现在是不是到了A5 A5是不是call开启一 是不是又回到这边 然后A5这一格不等于空白 没错 因为这五月的资料下载 Lan 然后去执行这一堆程式 接下来是不是到A6 A6 然后call开启一 我回到这边 我回到这边去执行if 然后接下来A6不等于空白 然后Lan 开始执行这些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又往下降立的 是不是到A7 A7 结果它是不是又call开启一 到这边了 开启一完毕之后 A7 A7 注意哦 A7 不等于空白 不对啊 它就是空白 所以这是不是不成立 对不对 不成立能不能走Lan后面的程式 就不行了 就直接跳到end if 好 end if结束之后 是不是end sub 就整个程式结束 好 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这样 例如说我现在游标在A3 现在是不是只有1月2月 好 聚集 开启一 执行 确定 现在是不是3月做好了 确定 现在是不是做好4月了 确定 5月做好了 确定 6月做好了 没了 可以吗 就停了 因为A7这一条是空白 这样子的程序内容 有听懂哦 所以你要写三行程式 分别是这三行 第一个就是用一个if来判断 然后呢 这边 这边要在就是end if前面 多加一个叫做call开启一 放在这个位置 我想应该是最适合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这样就可以完整的把整个程序 自动的跑完 如果你有100格 就直接100格都跑完 好 好 我们刚刚已经做完这个聚集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用不到的聚集给删掉 像切换工作表是不是就可以删除掉 是的 聚集 聚集一 删除 是的 聚集 聚集二 删除 是的 聚集 开启一 不要删哦 删掉你要重新做了 开启就开启就开启档案一是不是也可以删除掉 是的 可以吗 就是用不到的聚集我可以逐一把它删除掉 这个是删除用不到聚集的方法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整理一下你用不到的聚集 好 接下来我想把那个聚集的名称做修改 好 所以开发人员在聚集这个地方 我们叫开启一 可是别人可能不了解这个开启一是什么 所以我们进行一个聚集名称的修改 直接改这个名称就好了 比如说这应该是从网络下载档案 网络下载档案 我的习惯是用撰写的日期当作版本别 比如说2017年0112 1月12号 这样子的话关闭我们来去看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叫做网络下载档案 2017年0112这个聚集 那当然这个聚集当你去执行的时候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就麻烦请你们修改聚集的名称 好 那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 我们刚是不是修改了聚集的名称 所以在聚集这个本来是不是叫开启一 现在我们是不是叫网络下载档案 被写20170112编辑 记得这个已经没有开启一了 所以这个开启一要换掉哦 贴上 好 你看哦 我在从中到尾执行是开发人员聚集 选他执行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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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我是不是又产生了六个工作表播放在这边 所以你们也可以这样玩 不过至少你现在要先把这个聚集 这下面这个名称换掉 好 先把门换一下 我们通常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会习惯的在这个地方设一个按钮 让别人以后打开这个档案 他想去做资料的收集 只要按这个按钮 就可以快速的去做完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按钮 按钮制作在这边有一个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插入 这里面第一个按钮 选到他 针对这个按钮呢 你要选择网络下载档案 你要选对档案 然后确定 那你不能叫按钮1 你叫按钮1 别人不知道这个按钮是什么 所以你要把名称告诉他 例如说这个名称我们就叫做 网络下载档案的按钮 好 好 那记住喔 游标落在这边 游标落在A1 你看喔 当我现在点它 确定 确定 它是不是就帮我直接做完了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有2001 2002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就全部都做完了 可以吗 透过按钮的方式有什么好处 别人看到这个档案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会知道 原来我要点这个按钮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用按钮 那你会说那也无所谓啊 他应该知道吧 用开发人员聚集的执行 而且里面可能只剩下只有一个聚集啊 他应该会执行 对不对 可是你还记不记得 早上我跟你讲 开发人员里面的这个功能标签 它是隐藏起来的 预设是不呈现的 大家的Excel的这个开发人员都是隐藏起来的 所以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哪里有可以执行聚集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没有这个开发人员 这个按钮不是在这边吗 他就会想说那我点点看 所以应该要用设计成一个按钮方式 让别人一目了然的知道怎么操作 以及很顺利的把它做完 好 来请你们动手做按钮吧